服了,詹姆斯一挑四从人队里上拦得手后,谁注意到科比的举动? 北京时间,2018年10月26日,ABA常规赛继续拉开詹姆,洛杉矶湖人队坐镇主场迎战丹佛绝金队,最终两队经过四截的激战后,湖人队以121,比114击败绝金队,斩获被靠背两连胜,本赛季湖人队以一波三连败开局,两连胜后湖人队, 一扫一埋,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,此前带领湖人队大杀四方,的科比来到了球场观看湖人赛,本场比赛湖人队集体爆发,有6人得分上双,其中首发五虎中有3人的得分都达到了20分,詹姆斯17投10中,3分球5投中1,罚,球10罚7中,轰下了28分11个篮板,11次助攻的三双数据, 这也是詹姆斯加蒙湖人队后的第一次三双,初战34分中的库兹马16投8中,其中3分球6投2中,罚球4罚全中,拿到了22分3个篮板,麦基16投10中,拿到21分7个篮板,哈特拿到12分7个篮板,鲍尔12分6个篮板,八次助攻,球哥今天得分虽然不是很高, 但是他们进球几乎都是非常关键的,关键时刻要抢断有抢断,要3分有3分,绝今对方面同样表现不俗,他们也有6人得分上双,其中约基齐17投9中,拿到24分11个篮板,鲍尔17投8中,拿到22分10个篮板, 莫里斯,20分7次助攻,哈里斯贡献13分5次助攻,从球队的数据统,即看,两队无论在投篮命中率,还是篮板数,亦或是助攻数都是相差不大,或许决定本场比赛胜负的就是3分球了,绝今队23次3分出手紧命中6个,胡人队则比绝今多命中4个3分球,值得注意的是,本场比赛第四节最后时刻,出现了有一 死的一幕,当时距离比赛结束,时间还有38秒,胡人队领先5分,这时詹姆斯在外线带球杀入篮下,他在人队里一挑刺上了得手,帮助胡人将比分拉开到7分,这一球后胡人也基本上锁定了比赛的胜利,此时谁注意到场下科比的举动,全场安静看球的他居然兴奋地鼓起了掌,不知道是詹姆斯的表现让科比服了,还是科比看 看到了当年的自己